我们看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 像德国 像这个澳大利亚等等 他们都在反弹就是抵制中共 现在都是呈现这样的一种趋势 尤其是像这个德国的外长 他最近也是呼吁这个欧美联手 要对抗这个中共的这样这个渗透 那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理解 怎么样来看待就是 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共的这种围堵和抵制 不是对中共的围堵 这个话呢这是中共用的词儿 中共觉得好像说我们是收入弱者 你们在围堵 其实不是的 这次呢进攻方是中共那边 其实呢就是说呢 是就是西方社会 其实它是个开放的社会 它某种上讲的话呢 是已经被攻击到了 影响它的最基本的这种社会运行 和最基本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们在讨论我们该怎么办 按这个就是说 这次听证的时候 这个弗里达有一个议员 叫Ruby 它说呢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中共 对我们方向全方位的这种威胁 这是我们美国建国240年 从来没有预见过 如此规模 如此这个等级这样的一个对线 它为什么把这个话说得这么重啊 事实上呢就是说呢 就是中共采用的方式 简直没办法对待 你比如说吧 大家就是这次这个听证的时候 这个FBI这个头 就是Christopher Ray 就是特别说 说说呢对于中共对于中国的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最基本价值观的威胁 你还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一个政府行为 它好像是整个中国社区都在对着这个事 所以说呢美国唯一应对方式是美国整个社会都得要针对这个事 很多在美国华人就听了非常难生气 就说你怎么说整个中国社区都是对着那个美国这个形成威胁等等这样 可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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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pher Ray说的有点过了 就是用词上 但是我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说这个话 为什么就是呢 就是中共 包括中国在美的这个留学生或者一些社会团体 它表现出来的行为 你让美国看的话呢 它只能解释是整个社区之内 你比如说吧 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在美国上大学的中国人大概有32万多人 这是个庞大的人群 而这个人群呢 很多时候展现出来的行为的话呢 几乎是赤裸裸的就是中国的政策 你比如说大概是前一段时间 那个就是加州圣地亚哥分校 在学生毕业典礼上要邀请这个就是达赖喇嘛来讲演 那么中国学生会就坚决要抗议 甚至有人在网上就是说 你们就是说把达赖请来给我们在我面前讲 你为啥不把那个本拉登请来在美国讲演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呢 中共这些学生的这个无知 但与此同时又看到他的蛮横 那个达赖喇嘛你能跟本拉登比吗 就是说呢 中共对于达赖喇嘛的丑化 绝不是达赖喇嘛真实的形象 他说国达赖喇嘛真实的形象 国际上是个精神冷秀 他从来没有牵扯到任何暴力头 那么这个学生的这种表现 事实上是他中共受的教育 这个教育他带到美国 但是他带到美国的话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私下的行为 他变成了抗议 变成了网上的这种声讨 变成了现场的阻挠 那么呢你再就是看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大概08年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就是有杜克有个大学 有个女生叫王就姓王 就是他当时呢就是说在学生集会的时候 有藏就是西藏的民众和当地的这个华人学生 有一些争议 他站在中间一个女生站在中间 两方调停 结果呢他立刻第二天就变成了 中国学生的口诛笔伐的攻击对象 他的个人信息在网上公开了 他父母的名字在网上公开了 包括他们家门口被喷了 这个傻了猪粪 最后呢他整个这个孩子被攻击的 就是说呢就是没办法了 那么最近就去年 2017年的时候 他这个马里兰大学有个女生叫杨淑萍 他就谈了毕业典里头谈了说用这个空气 这个清新和言论自由讨论就是对比美国中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谈话当天当地的学生会就进行对他个人攻击 包括美国就是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的这种微博 对他都进行特别恶夺的人生攻击 为什么 他实际上就是他不爱国了 就是辱华了 最后这个小女孩不得不道歉 这些事情全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被中国赤裸裸的 就是中国留学生赤裸裸的心犯 那么你会说这是学生的做的事 其实几乎每次行为 就包括这个王立元当时那个事情 就是说那个杜克那个事 包括这一次就是那个对雷拉拉的 他们这个学生会都明确说了 我们征求了大使馆的意见 他们完全支持我们这样的做 就是背后都有中共的因素 背后有中共的因素在里头 而且事实上就是某种样讲 我们知道中共它其实现在 利用了一些的软食 这个软食类包括 老百姓到海外度假 他用这样子老百姓的这个度假的钱 作为它的软食类 韩国你不听我话 我限制去韩国 台湾你不听我话 我限制你台湾 这个另外一个软食类就是 学生到海外留学 这是老百姓的钱 但是它同时也变成它自己的软食类 你不听我话 比如说原来加拿大有一个学校 给那个那个就是 达赖喇嘛授予了一个名誉称号 立刻就把那个学校 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大大学校 从它的这个认可的名单里头撤下来 撤了一年 实际上那个中国留学生选择降低了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就是 中共它事实上是利用了 一方面当然它利用了这个它对于这个中国学生的教育 很多小孩只受了中国的教育 到美国上学其实也只有在中国人群里头 他把他中共那一套全部带来 他把他推行对于人权限制人身攻击这样的事全部带到美国来 那么呢 另一方面它又赤裸裸的 把这个学生组织作为它一个就是外围的这种 民间搞宣传搞升级搜索的一个组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站到一个美国人角度 他不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当然觉得 这些是很可怕的 虽然这些只是学生会的一少部分人 但是呢 别的学生不敢反对 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些人是背后中共知识的 其他中国学生就是心里头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他也不敢 作为一个反抗的一个游行 那么呢 对于这个美国社会来说 那不就是你整个中国社团 都在针对美国的最基本的言论自由 在攻击美国的最基本价值吗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 某种上讲的话呢 这个就给在美国的华人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你怎么样子 真正的建立一个准确的 美国社会对于华人团体的一个概念 这实际上是我们每个在美华人都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做法